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北京时间5月17日 华硕在西班牙正式推出年度旗舰ZenFone 6 华硕ZenFone 6采用了6.4英尺的真全面屏 屏幕纵横比为19.5比9 屏占比达到了92% 该机创新性地使用了旋转摄像头方案 后置摄像头通过电动模块旋转180度 升起即可变成前置摄像头 官方介绍 华硕ZenFone 6电动部件 可以连续旋转10万次 如果每天旋转28次 那么可以使用5年时间 可靠性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值得一提的是 当重力加速度计检测到手机处于跌落状态时 ZenFone 6的摄像头模块会自动归位 以免受到外力损伤 华硕ZenFone 6后置4800万主摄 加1300万超广角双摄组合 其中4800万主摄支持4像素合一 从而输出1200万像素的高质量夜景照片 支持60fps 4K视频拍摄 还有480fps 720p慢动作视频拍摄 核心配置上 华硕ZenFone 6搭载高通骁龙855旗舰平台 电视容量为5000毫安时 保留了3.5毫米耳机孔 支持背部指纹识别 价格方面 华硕ZenFone 6 6G加64G版售价499欧元 6加128G版售价559欧元 8加256G版售价599欧元 该机将于5月25日在欧洲上市开卖 3.5毫米耳机孔